下下位子 还多求你 为什么每次我的婚礼都得不到祝福 二十多年了 我就每一天都在承受着没有你的痛苦 假如有那么一天 我们真的找不到彼此了 我们就来这里 深藏不露 做事有条不紊 我没看错人 出了眼前的寂寞 我父母就是被宋天生和湘明湘灭死的 这辈子没有缘的 我会期待下辈子 希望我真的能天长地久 我知道 你这辈子在你心里面只有张厚婷 努力不良 我只能成功 我心里突然输 我脑袋 后悔 你不去 你果然一点都没变 还是这么爱面子 你的面子比我的命还要重要 当初你选择抛弃我 我生不如死 是明山收留了我 我才能够活到现在 我 我再跟你说一遍 昊天是我儿子 他绝不能跟你的女儿结婚 慧芳 你真的这么恨我吗 我恨不得 你只能上面 los 我 等一下 我 goin 你 都快十二点了 我 我没忙什么 我把这个桌子擦完我就睡了 你哭了 谁欺负你了 没事 妈 最近公司事多 我有点累 你肯定遇到什么事了 是不是工作不顺心哪 没事 妈 你就别担心了 那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因为那个张浩天呀 你跟他还有牵连呀 那个张浩天是个魂小子 他不珍惜你是吧 不珍惜你咱们就算了 我女儿这么优秀 年轻 漂亮 又有能力 什么样的好男人找不到啊 孩子 这女人哪 年轻的时候都一样 总觉得碰上一个喜欢的 就得跟她过一辈子 妈 不是你想的那样 什么不是啊 你以为妈不知道啊 张浩天那个人 优柔寡断 反反复复的 这种人不能要 你说你要是跟 妈 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我忙完我就睡了 早点睡啊 你让我去美国也可以 但是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只要妈能做到的 妈就答应你 让浩天陪我去美国 这条件不难吧 你就是存心气你妈 明明就是你自己动机不纯 你让我去美国 不就是为了拆散我跟浩天吗 妈 你怎么就那么讨厌浩天啊 门不当户不对的 我一看到她装成那副 忍气吞声的样子 我就够了 她就是利用你的单纯 想攀高枝 她的目的才不纯呢 可是不管怎么样 我就是喜欢浩天 为了我的幸福 你就不能做一点点的让步吗 不行 交男朋友骂不反对 但是张浩天绝对不行 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张浩天 我跟你说啊 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 唯独这一点 绝对不行 你就是从来都不顾及我的感受 你 子涵 去哪儿啊 我不需要你管 自暴自弃 自生自灭 你们就到这个家里没有我好了 你说什么了你 冷静点 妈 那浩天也没你说得那么差吧 是 就算他想攀高枝 可这也没什么错啊 谁不想找一个条件好一点的人结婚啊 最重要的是两个人情投意合 相互喜欢 他就是脑子进水了 完全是道天 还是我哥最了解我 我就是非浩天不嫁 爸 天成 你可回来了 你看看您的宝贝女儿 你好好管管她吧 那张浩天那一家人真是太可怕了 尤其是她那个妈太有心计了 她想拿她儿子脱贫致富呢 你看不上人家 人家还不想娶你的女儿呢 整天就知道骂人 好歹你也是个堂堂大企业家的夫人吧 只是一点修养都没有 宋天成 你有修养 你有成就 你别忘了你今天的大老板是怎么来的 你现在不用我了是不是 子涵今天这个样子就是跟你学的 如果你真想他学好的话 就把你自己先改一改吧 不要整天蛮不讲理 我就是不讲理 我就是不温柔 怎么了 你 总有一天 我会活活让你给气死 宋天成 宋天成 妈 妈 妈 您别生气 这说不定了 爸在外面也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呢 您别生气啊 别生气 爸今天也好反常啊 不客人 妈 发现了 怎么样 不舒服 来来来 快坐 好天 你怎么了 妈 快坐下 汇坊啊 脸色这么差 是不是发烧了 妈 你怎么这么晚回来 你有没有吃晚饭啊 妈 要不我去给你煮碗面吧 不用了 妈胃不舒服 吃不下 妈 您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 是不是宋家又过来找您麻烦了 妈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我现在就去换衣服 我现在就去找他们 昊天 你回来 没有人找我麻烦 是我自己心里堵得慌 我出去透了透气 从今天开始 你别再去缠着子晗了 他也不会再来纠缠你了 妈 是子晗他缠着哥的 我再跟你哥说话 你别插嘴 来 既然你们都在 我跟你们说件事 我准备去上班了 真的 爸 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啊 你说对不对啊 妈 是啊 都已经好久没去上班了 自从我离开司法界之后 我就没干过什么正经事 现在这冷不定的 要出去工作了 我还真有点不适应 明山 我对你有信心 当年你要是 你要是不被人陷害 你早就做出一番成绩了 现在既然有机会工作 你就去吧 我对你绝对有信心 再说你也是为了这个家 只要你喜欢的就去吧 是啊 爸 你以前不老跟我和哥说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打倒你 除了你自己 那这么说 你们都同意了 那当然了 浩天怎么不说话呀 发表发表意见吗 爸 您是不是怕我丢了工作 才出去找世尊啊 都怪我惹了这么大的祸 爸 我真的不想让您出去做事 这样太辛苦了 还要看人家脸色 你这傻孩子 老爸就是想自己出去工作 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别这么想 对了 爸 你还没有说这工作是谁给你介绍的 你是去做什么呀 这工作 这工作是 是陆锋给我介绍的 还都没谈妥的 很多事还 还得详谈 是陆锋找的 那我就放心了 陆锋就像我们的亲儿子一样 是啊 闹锋 陆锋 叔叔 您来了 您穿成这样 是同意来上班了吗 我同意了 太好了 我带您去见董事长 董事长 你看谁来了 张先生 坐坐坐坐 董事长好 董事长 我这次来是特意向你道歉的 上次真不好意思 话没说完我就走了 所以我 张先生 你今天穿得这么正式 是不是同意我的提议了 谢谢董事长给我这个机会 那天我太冲动了 没事没事 别提了 我能理解 我这个人呢 是生意人嘛 我只看重细节和长远的事 张先生你有专业的实力 我有跃人的眼光 如果张先生你不嫌弃的话 我正式聘你为本集团的法律顾问 主要帮我处理法律事务 行吗 谢谢董事长 太谢谢您了 只不过 我还想求您一件事 你说你说 我来龙威上班的 我不想让家里人知道 我特别是不想让浩天知道 这样的话我很难向他们交代 所以我想请求你们暂时替我保密 这事啊 行 陆风啊 这是你安排啊 是 叔叔 放心吧 我跟董事长一定会守口如瓶的 好 好 谢谢董事长 还有啊 张先生 我这个人用人呢 是用人不宜 宜人不用 既然我们得好好相处 又要相处那么长时间 所以我在想啊 我有件事情想问你 好 您说 你跟宋天成到底有什么神仇大恨呢 怎么看上去你们两个好像是 势不两立啊 叔叔 您不用犹豫 您现在已经是龙威的员工了 您 您说就行了 发生任何事 董事长都会为您撑腰的 绝不能让陆风知道事情的真相 他好不容易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如果他知道 他这辈子可能就毁了 是这样 我之所以离开了司法界 就是拜宋天成所赐 当年有一段时间 我们的确在一块工作过 不过 我看不上他那个人的行事作风 他常利用 人家资金短缺 并购别人的公司 把人家弄得很惨啊 原来宋天成是这么发的强 张先生 我还有个疑问啊 你那个时候是一个大律师 再怎么说 在司法界也会有朋友的 宋天成那么精明个人 他如果没有师座的把握 他怎么敢动你呢 这个宋天成呢 他太狡猾了 而且深藏不露啊 我到现在是完全蒙在鼓里 你看 等事情发生了 一切都成了定局了 这个也就没办法了 陆峰啊 我听张先生说这个事 怎么跟你爸爸的遭遇 好像很雷同啊 我听你跟我说过 张先生对待你 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 你不是一直想报恩吗 是 那这样吧 你在天成集团 好歹也是个董事嘛 看看职务上有什么方便的地方 就帮张先生查一查 查查那个宋天成啊 有没有什么不可告人之事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当你叔叔一把 董事长 千万别 这是我的私事 您 别把陆峰给撤进来 叔叔 您不用担心我 不管我发生任何事情 董事长都会帮我的 陆峰 你们千万不能这么冲动啊 再说了 这件事 但是我既然能忍了这么多年 我就是想有朝一日 我能够亲自 向宋天成讨回公道 叔叔 其实您不用这么 陆峰 你别说了 叔叔知道你很有能力 不过 我不希望你插手到 我个人恩怨当中来 董事长 你们的心意我领了 不过我真的不希望 你们介入到这件事情当中来 我真心拜托了 好 董事长 浩天 你来了 浩天啊 以后只有我们两个人 在一块的时候 不用叫我董事长 叫叔叔吧 董事长 现在公司已经议论纷纷的 说我利用子晗 再往上爬 在这个节骨眼 如果这样做的话 恐怕不太好吧 浩天是汇坊的儿子 难怪会让我觉得如此投缘 也许这是老田的巧妙安排 让我遇到浩天 让我对汇坊 有一个赎罪的机会 董事长 浩天 来 坐坐坐 坐下来再聊 来 浩天哪 从你到公司来之后 我还没好好看过你呢 董事长 刚好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我和子晗的事情 真的对不起 好了 先别谈子晗的事了 对了 我听说 你爸爸的脾气不太好啊 他对你妈妈好吗 我爸的脾气是有点古怪 但是 对我妈还是挺好的 你妈妈跟他在一块儿 真的过得快乐吗 董事长 您说这些是您认识我的父母 不不不 只是 当年我和你父亲有来往的时候 他还是个单身的 所以我不认识你妈妈 爸爸对妈妈其实很好 不过呢 两个人在一起 还是会因为钱的事情而争吵 一时住行 包括学费 每一币开销 都会给我妈很大的压力 我也很心疼他 慧芳 是我对不起你 害你受苦了 我知道你根本不会要我的钱 如果现在我开始 好好栽培浩天 等他有了出息 至少你能过上好一点的日子 就当是我对你的弥补吧 董事长 我想您道歉 来来来 坐 坐坐 坐下坐下 这件事也不能怪你 子涵这孩子很任性 动不动啊 就爱耍大小姐的脾气 这两天我看到他 时而笑 时而闷闷不乐的 不过我想他不是在生你的气 他是在等你的决定吧 不是我不负责任 这件事情我要冷静地好好考虑一下 才能弥补我之前的过错 我相信你 不过我希望啊 你能够给子涵带来幸福 好 浩天浩天 你不能结婚啊 结婚是人生中的大事 你一定要想好了 你真的爱子涵吗 天心 连这些你都知道了 嗯 现在所有人都在看我的笑话 无论我说什么都不会有人相信我 不过有一点我是非常明智的 我绝对不会用婚姻去解决任何问题 我相信你啊 我相信你 我来就想告诉你 不管子涵怎么诬赖你 我都会相信你的 你相信我 嗯 可是现在 我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你 你好好想想啊 还有解决的办法 秋言 秋言 你听我给你解释清楚 我知道这件事情是我不对 但是我请你听我解释 我真的是 张浩天 你给我的交代呢 你欺负我又躲着我 到现在都没有提前回的事情 你让我怎么做人啊 天心 我们走 不要走 张浩天 你够忙的 一个陈秋言不够 现在又多一个鼠田心 你想干嘛 你十三秒是不是 子涵 你够了 不是我对你不负责任 是你父母不同意 我父母也不同意啊 借口 全都是借口 你不愿意跟我结婚的原因 都是因为他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 你说 都是因为他是不是 宋子涵 你够了 不要再胡闹了 我拜托你冷静地考虑一下 我们两个从来就没有交往过 你有没有考虑过 在我们婚前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的情况下 我们婚后会幸福吗 所以 我不会那么轻易地做决定的 浩天你干嘛吐下去啊 直接告诉他你不喜欢他 你谁啊 你把自己当什么东西啊 你算什么东西啊 你也喜欢浩天是不是 你要跟我抢男人是不是 还有你 陈秋言 你是我哥的女朋友 现在又来供引浩天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 你就知道男人喜欢这招是不是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你 宋子涵 你够了 你不要胡闹了 你不要胡闹了 浩天 你这是要帮我逼上绝境是不是 好 你不要后悔 你什么东西呀 我拉船 你还不说你 你不亲爱的 你不亲爱的 我来呀 你怎么�나 你不亲爱的 你不亲爱的 赵浩天 我抱下一切自尊 都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你眼里只有陈秋言 我到底哪里比不上陈秋言 该做的 不该做的 我全都做 事情已经闹到这种地步了 你居然还在逃避 你就是想让所有人笑话 我让所有人都看我的笑话 赵浩天 赵浩天 如果我失去你该怎么办 如果我失去你 如果我失去你 我什么都没有了 如果我失去你 我也活不下去了 我为什么要爱上你 我要让你后悔 我要让你难过 我一定要让你每天都活在后悔当中 我一定要让你活在悔悦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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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要让你活在悔悔当中 你要让你活在悔悦当中 我不想让你活在悔悦当中 就像你活在悔当中 我爷爷爷的 因为我的身份 都有点准备 你去我就它 永远都不会忘记我的 哥 你告诉浩天 我 我就算死了也会恨他 我做鬼也会恨他 喂 子涵 我是邱颜 你 你说什么做鬼啊 你在哪里 你要干什么呀 你可不能做傻事啊 子涵 你要听话 你听得到吗 喂 喂 谁啊 子涵 快 子涵的电话 快接 喂 子涵 子涵 他挂了 我 我刚才一接电话 他就跟我说什么做鬼 天哪 该不会是 快回家看看 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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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了 快 快打电话叫救护车 子 sympathy 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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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次了 隆 people 照пов 我好 子涵 子涵 protected 好 我们出去吧 好 好 子涵 子涵 你醒了 子涵 子涵 你 你怎么能做傻事呢 你知不知道 你把我还有你哥哥急死了 别假惺惺了 你妈救我干吗 你干吗 你干什么呀 子涵 你让我死 你干什么呀你 子涵 子涵 你听我说 听我说 哥知道 哥知道 你跟浩天是赌气是不是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死了 这辈子你就见不到浩天了呀 你让我死 我不管 我要让他后悔一辈子 好好好 你让他后悔 你让他后悔 可你有没有想过咱爸妈呀 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会多伤心 你应该为他们考虑一下呀 我不管 我要让他后悔一辈子 你让我死 你冷静点 子涵 你听我说 你要见浩天是不是 我现在马上给他打电话 让他来找你好吗 你别激动 子涵 浩天马上就来 快接电话呀 喂 张静你在公司吗 那他如果去公司的话 让他尽快跟宋紫阳联系 找我也可以 对 事情紧急 拜托了 拜托了 喂 邱颜 你不是跟浩天分手了吗 还来电话干什么呀 以后别再跟我提宋子涵 这三个字 紧急 付加大千金 哪一件事情不紧急啊 好了好了 别再说了 我不会让浩天再跟他见面的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就算知道 我也没有必要跟你说 邱颜呢 你都已经跟浩天分手了 就别来我们家凑热闹了 我 妈 谁的电话 找我的吗 没事没事 就是一些无聊的推销电话 老惹我生气 那您就别生气了 好 这弘阳俱乐部 果然是君豪百货的最佳客户人选 这在短短的几个月 就赚了这么多钱 还不算这大半个月的利润 难怪楚真华和宋天成为了利润分配的事 炒得是天翻地覆 这种好痛 龙位也欠 爸 这么晚了 您还没睡啊 来 进来 来 爸这年纪是大了 没上两天班 就腰酸腿疼的 比不了你们年轻人 干活不知道累 每天都生冷火虎的 爸 都是我没本事 您现在这个年纪 应该享清福待在家里 还让您去上班 你怎么这么说呢 爸是自己愿意上班 再说了 我都闲了这么多年不是 爸 上班的地方离家远吗 不远 坐公交车几站就到了 但是一直没听您提起过 到底是哪家公司啊 这家公司叫什么名字来着 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不管这些了 浩天啊 在职场上 爸还算是个新人哪 万一以后要是碰到 不明白的事 您可得告诉我 咱们爷俩一起努力 我希望咱们好好奋斗 能做出一番事业来 爸 有什么问题您尽管跟我说 我陪您一起努力 好 阿姨 我在电话里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阿姨 让我进去吧 你让我进去吧 你怎么就是不信 大半夜的还来敲门 你回去吧 阿姨 我找的真的有很着急的事情 我说邀请他 我说邀请他 他不在 浩天 浩天 秋元 怎么了 跟我去见子涵 浩天 又是那个宋子涵 浩天 我不准你去 一个巴掌拍不响 这回不管他怎么闹怎么哭 你都不要理他 看他还能玩出什么把戏 妈 你先别急 看看到底怎么了 子涵到底怎么了 你说呀 子涵他 子涵他割腕自杀 什么 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万一这个子涵有个三长两矩的话 对咱们浩天也不好啊 是吧 浩天 去吧 不准气 浩天 慧芳 慧 慧 大夫 我妹妹她怎么样了 病人失血过多 现在情况还不确定 关键是她的情绪太不稳定了 这对她的恢复有很大影响 可怜 子涵 浩天 来 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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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夫人 浩天来了 要不让浩天跟子涵说说话吧 因为子涵 是因为浩天才寻短剑的 张浩天 子涵忍因为你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我十月怀胎 辛辛苦苦剩下她 从小舍不得打 舍不得骂 可她为了你 居然连尊严面子 甚至连命都不要了 你还来干什么 是看她有没有死吗 你给我滚 滚 妈 您别这样 现在子涵的情况还不稳定 她连医生的话都不听 这件事情是因为浩天而起的 您就让浩天试试吧 子阳 子涵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不都是她战后天害的 董事长 夫人 战后浩天她就是罪魁祸首 您还带她这干吗 还不会滚 这种男人失去了也不可惜 我相信 我的子涵过一段时间 就会忘记的 好了 赫敏 就不要意气用事了 子涵就是在等浩天的衣服 一个说法 你也得顾着子涵的想法吧 当初如果你答应这么婚事的话 子涵也不会像现在这样 钻牛角尖了 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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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子涵 子涵 你看看你这孩子也真是的 你从小到大 你想要的东西 爸妈不都是会给你吗 你为什么要这么任性啊 有什么事你可以跟爸妈商量 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威胁爸妈呢 我也真的要出事了 你叫爸妈怎么办啊 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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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对不起 子涵 您有什么话要说是吗 爹 来 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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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比人气死人 都是人生父母养的 我怎么那么倒霉 大小姐可以闹自杀 弄得全公司乌烟瘴气 所有人都替她担心 我却还要在这里 加班收拾这些烂摊子 我可以 子涵 陆锋 你走路怎么没有声音 你想吓死我 害什么怕呀 罗副总 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你这种反应实在告诉我 你做了亏心事 你给我闭嘴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别激动嘛 激动 就说明你承认了 你半夜三宫 跑到我们公司来纠缠我 你信不信我现在打电话 叫保安上来抓你 省上吧 罗副总 我想你大概已经忘了吧 我现在可是天成集团的 董事代表 只要我愿意 我有权利随时出入贵公司 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 好 你说说看 你半夜过来有什么意见要提 这就对了嘛 罗副总 我仔细地观察过 在天成集团上上下下 几千个员工里面 你是最有能力的 谢谢你的夸奖啊 别客气 在这么个卧虎藏龙的地方 你居然可以凭借一己之力 做到现在这个位置 而且可以得到宋天成 跟他老婆的完全信任 你真的很有头脑 做我们这行的 不就是要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你不也是一样 凭你自己的能力 做到你现在的位置 过奖 过奖 看来 我是找对人了 不瞒你说 今天我来 是想请罗副总帮我一个忙 帮我把天成集团 近二十年来的档案 全部调出来 重点是 天成集团 并购其他公司的文件 很抱歉 这件事情我做不到 如果被宋天成知道 我就得吃不了兜着走 我也不用在这儿混下去了 但这是楚董事长的意思 如果是他要 我自己会拿给他 你赶快走 罗副总啊 罗副总 我怎么也没想到 狐狸尾巴 居然被你自己露出来了 你想过没 如果宋天成知道 你就是那个内奸 你不仅仅是吃不了 只要兜着走这么简单 搞不好 会吃官司的 陆锋 你好卑鄙啊 你居然设计我 罗副总 别这么激动了 这么激动 可就露怯了 你这是栽赃 我不会承认的 是吗 是不是栽赃 你比我心里有数吧 我看见你进过 楚董事长的办公室 昊天也看见过你 从他车上下来 再想想 这几天天成集团的机密外泄 我敢肯定 你一定是自己人 既然你说是自己人 那我请你闭好你的嘴 当然 我一定会守口如瓶 我也希望你可以继续 在天成公司待下去 我也可以继续 让你在天成公司 做宋天成的左膀右臂 只是 楚董事长交代的事情 有劳罗副总 那好吧 现在办公室没有人 你跟我去宋天成的办公室 找找看 洪海 还有我的天啊 我去宋天成的宫 没有我去宫天成的宫 你自己本身 我去宫天成的宫 大夫 这不是输过血了吗 怎么脸色还那么难看啊 病人大量失血之后 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恢复 他今天变成这个样子 被郑浩天折磨 放心 我绝找不过他 真的没想到 你居然可以潜入敌人的内部 你福星高照 运气好 遇到了我这么个 聪明貌美的女人当内婴 要不然以宋天成这谨慎的性格 你这一辈子都别想看到 你要找的机密文件 没错 看来今天晚上应该有大发现 不过你动作要快点啊 免得被别人发现了 放心吧 现在你们公司上上下下 都在忙你们大小姐的事情 没人会来的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宋天成 他是一个工作狂 经常夜里回来加班 还是小心点好 好 俗话说得好 知人知面不知心 你不是拿子杨当兄弟吗 你就这样对待你的兄弟啊 你跟张浩天两个人 一个在他爸爸面前抢尽风头 另外一个跑到他爸爸公司 翻箱倒柜 我还真替子杨感到不值 怎么教了你们这两个兄弟啊 真是可怜 你觉得这是卖有求容 可是在我看来 是各位其主 罗夫总 你本人 好像也没那么干净吧 俗话说富贵险中求 请问这个人世间谁不是这样 如果你真的清白 我相信你也不会背叛宋天成吧 对了 我要提醒你 我跟宋子杨之间的事情 我心里有数 不劳您费心 陆锋 你要找到什么时候 天成集团的历史这么久 你像没偷苍蝇这样乱翻 什么时候才能找到 楚董事长想要的那份 昊天 你怎么样 你还撑得住吗 昊天 就算咱们是兄弟 我也得说你两句 你看看 子涵现在为了你搞成这样 难道你一点都不愧疚吗 你现在最应该做的是什么呢 是等他醒来以后 你亲口跟他说 你会照顾他一辈子 会陪着他一辈子 哭过韩国 在暗门中蜷缩 哭过韩国 到每一杯雨水中落 想好不让你流泪 想好不让你流泪 有过太多的误会 注视你的脸 却僵而凄美 我无法去面对 却装作无所谓 却装作无所谓 偏偏又让你流泪 毫无坚实的机会 毫无坚实的机会 无坚实的发现 却泪水已经不断 淋湿你的脸 我微信说再见 可怀悟到嘴边 让你流泪 相信被慢慢撕裂 为何离开后才感觉 现在回到从前 可爱情已经距离我才遥远 怎么结束这一切 我微信说再见 永远你流泪 相信被慢慢撕裂 对你的亏欠 生意 自然 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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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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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 俊